我們會去四天福岡 然後中途應該是市區行走 我們不會去郊區 我們每個人帶了幾千港幣的日圓 因為我們都知道會打風 又會有地震 但是我們本身已經有些郊區 和海邊的行程我們都取消了 所以全部轉向市區 可能室內的位置走多一點 本身去海邊的煙花大會我們都取消了 其實我們都幾天前一直在查新聞 但是我們看到大概鎮央位置 都不是在福岡市內 我們覺得如果不近海邊的活動應該都可以的 你們有沒有買保險 有啊 選的最貴的 但我們都知道因為地震出了旅遊警示 應該都不包 可以的 我們都知道那個風險是倒極的 是 那 有沒有想過要取消行程 有啊 我們到昨晚為止都還是很掙扎的 不過知道應該行程改了很多都還好的 中經10人 那你估計會用多少錢 超過多次 幾萬元 會擔心地沉我的行程 本身都知道日本看多地震 你們兩個是不是很喜歡日本 喜歡日本些什麼 公仔的公仔 日本的食物 東京附近 近郊 9天 現在最近有個颱風 星期五應該都預料出不去 但是地震 現在是南海海交地震 看起來就應該不會去到東京 沒有想著調整什麼行程 每次去旅行都有買旅遊保險 都沒有特別再買多 暫時東京七天左右 都預料了大概三四晚 會不會提前都知道有地震 或者有些 知道的 但是好像都不太近 我們東京那邊 而且東西都早已預約了 近海邊這次沒有安排 但也有下載他們的 Safety Tips 那個Apps 如果有些什麼都馬上知道 我和家人去東京 大概花一兩晚 去玩幾天 四五天 其實是 地震 偶爾也有 我不是很擔心 都預料了日本 都會 經常有天災的地方